今年将有38个步操队伍在国庆庆典上亮相 是2005年以来最多的 庆典的21响礼炮环节 也重回宇伟师公园前进行 让国人能够更近距离地欣赏炮手的英姿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首次亮相国庆庆典的空军部队A330 多用型空中天油运输机 将连同两架F-15SG型战斗机 率先在空中飞行表演中登场 在排练时我们必须熟悉各军机的空中位置 和做出协调来保持一定的距离 来形成高度精准的队形表演 也同时确保安全执行任务 我们经过反复的飞行练习 也得和有关机构进行紧密的合作 达到妥善的协调 而武装部队和内政团队志愿人员 也首次加入由2600人组成的步操大队 在庆典上一起接受检阅 在过去的一个半月 参与者都很努力地彩排和训练 这次的典礼展示普通国民 保卫家园的决心和承诺 我从小就喜欢看国庆日表演 我的心愿想进来表演给人家看 24名来自武装部队军乐队 全国学生军团和特别需求者协会东陵学校的鼓手 将带来庆典史上首个联合鼓乐队表演 他们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活力的表演 我希望新加坡人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 他们愿意奉献和努力的精神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灵报道